大家好,我是女朋友,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 《盗贼遗产2》,这个游戏出了好久了 大名鼎鼎了,对吧,都不用我介绍了 但是我对这个游戏呢,一直有一个遗憾 就是一直没有好好的去玩过,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中文,之前没中文的只有英文的时候 虽然这个英文不是难到哪里去 不像那些什么科幻四叉游戏那种 可以看得懂,但是它的文字量还是挺多的 秘密麻麻一大片,你再简单的语法 再简单的单词,在量多了之后 看了头也疼了,那今天它终于啊 官方中文版出了,那一定要来玩一下 那在我玩之前,你们看之前 请把塑效救星玩柠檬B 不是你是柠檬B,柠檬那个叫什么 柠檬1,柠檬1准备好 因为我玩这个游戏,我是个新手 我等于是个,因为之前根本没怎么玩过 这游戏出了这么久了,肯定玩熟的人那种 老玩家肯定是,对吧,有自己的打法什么的 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啊,塑效救星玩 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的 那咱们今天也是从一个新档开始吧 不要玩我之前的存档了啊 重新开始体验一下,要弥补一下我的遗憾 这个天上挂着一轮红月啊 无论在什么游戏里,红月红日这种东西都是不好的 王国需要解救啊 签订契约 你的子嗣将会接踢 对,这个游戏的一大特点就是 你死了之后你会有孩子 你的孩子会有和你不同的特性 也可能会有一样的特性啊,就是一个子子嗣嗣无穷敬野的 这种设定呢也和rogelike的玩法很融合对吧 rogelike就是这种意思嘛 然后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游戏也是挺硬核的 不要被它的外表所欺骗了 你看这个外表用现在的眼光看上去就flash游戏你知道吧 但是比flash游戏要精致一点,很多人就掉以轻心了啊 就以为是很简单的啊,这个这里是教程啊 我开新游戏教程也一起来好吧 正好再次熟悉一下,它操作也是中规中矩的啊 用Y使用职业天赋啊,这个可以去挡一下,来 叮,直接两刀砍死啊 现在看看好像蛮简单的,对吧 这是教程啊,还可以踩着怪走 慢慢的有这种跑酷的意思啊 然后攻击敌人还能恢复法力 然后用法力可以放各种招对吧,哇这个好炫啊 这火球放的好爽哦,哎,这这感觉 它这个游戏属于初中游戏的啊 flash中是3D max,哈哈哈哈 哦,教程是不是结束了 雅阁太堡垒风险等级 这是什么东西啊,传送门啊 就不同的房间出来了看到没有 不同房间可以传来传去嘛,好吧 那咱们开始冒险啦 哎呦,要小心了,要小心了 哦呦,还有各种陷阱看到没有 我之前我就记得啊,这个游戏我是怎么不玩的啊 一个是因为英文,对吧 但是英文呢,我也能玩下去 主要就是因为这游戏的难度 没事就死掉,没事就要气死了 再加上没有住门,我就不玩了啊 现在想想真的是惭愧啊 作为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对吧 这不是我,呃,呃 这不,哎,没,你看,没事,没事 战斗本能,我还是有战斗本能的啊 那反正今天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好吧 今天怎么着也要有一个,有一个,不说完全通关 不可能完全通关,要弄一些小成就,对吧 哎,出来,咱们,咱们要慢慢的来 不要再涌了,不要再忙 不要,不要忙了,不要,被打到一下 马上恢复,然后这里有好多口子 这游戏对,地图非常的庞大 那咱们现在可以,哎,躲过了,卧槽 什么玩意儿,变个法师进战了,开心 哦对,我还有盾呢,熟练用这些东西啊,熟练用 什么不被命中,把我打开,什么意思,不被命中 我怎么可能不被命中啊 这要是不被命中,我吃屎,真的 那我岂不是现在已经,目标已经结束了吗 结束了,我走了呀,再前来,哈哈 那游戏要三个任务全没了,哎呦,哎呦,这上面是什么 我能往下放这个法术吗,不能啊 那我跳下来,凭什么跳,我,我,明明是我踩到他们 那么怎么我也要商选,法处,法处,刚刚的宝箱没吃到 这里有个宝箱,弥补我的遗憾 来,什么东西啊,皮革武器找到蓝图 还找到一些素材,要善用盾啊,善用盾 主要原因还是,不对这些怪的攻击方式还是不是很熟悉 毕竟,这个游戏讲究的是一个子子孙孙嘛,对吧 我这,才是第一代,第一代是必死的 不要想让他能活到以后,好吧,活不久的,马上就死掉 这下面这个房间是个红色的标志,红色的门啊 我就来到下一个区域啦,风险等级六颗星 凭什么风险等级一颗星的和六颗星的挨在一起啊 所有队伍必须有一位带着太阳灯的导游,要到下面的深渊去 过度自信可能性命不保,要太阳灯这种东西是吧 我没有太阳灯能直接下去吗,好像不能,还是要找到这个东西 不是想下去就下去的,哎呀,我本来想挑战一下的呢 之前这个就是看到游戏太难就退缩了,实在是丢脸 今天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然我白玩那么多年游戏了啊 来来来,过来,哎呀,哎呀,非常漂亮,冷静中,带着慌,啊,不是 什么,冷静中,并不慌乱啊,好,跳出来,你打不中我,被球打中了,他妈的 一个火球放过去,再一个火球放过去,跳过去一刀,死掉,哎呀,要勇 下面有个宝箱,看地图的话,哦呦呦,差点被这个,哦呦呦,这里也有个 小心点,哎,哎呀,好好好,没事没事,哎,躲在这,躲一波 一个火球轰过去,不信你烧不死,漂亮,烧死烧死一个小孤龙,这里有宝箱了吧 我,我盾明明,死掉,死掉,死掉,啊,有宝箱,有宝箱,啊,东西又拿了,我只剩13个血了,一定要小心了,好吧 好,这个火球过来了,一下都没打中我,笑死大牙,火球来了,一个盾,哎,哦,没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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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被我盾防掉了,盾防掉的攻击 怎么也像被击中一样啊,吓死个人了,一股作序,冲过去,他中间空档还是挺多的,空档还是挺多,可以,可以接受 哎,这里正好躲一躲,漂亮,打开宝箱,又是钱,然后到这里,呜,进去,呜,像下水道一样啊,通货马桶又回了,啊,这里就为了拿个宝箱,地图到这里就没了,终于走到了一个地图的死路,哈哈哈哈 我玩这游戏到 现在没有打完过一张地图过,logalike游戏嘛,死掉很正常,关键是我的子孙后代,能不能争口气 这个人拿了个什么东西啊,俊杰先生,俊杰先生就是你了,其他两个人我看都不看了,其他两个人有再好的什么特质,再好的,哇,这个人有两个紫色特质啊,算好的吗,我不知道啊,我不要,我叫俊杰,俊杰可以发毒弹 他是个非战主义,什么叫非战主义,要选来才知道是吧,就你了,我的好儿子啊,俊杰啊,那这里有个像发展基地一样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要造一个宇宙健康T,什么话呀,50块钱才,你的王国现在可以为子民提供医保服务和便利设施 好的,他这个游戏的画风啊,我真的很喜欢,他用的这种色调啊什么的,对吧,说不出那种感觉啊 那这个造完了,可以造上面这个射箭厂,可以解锁射手了,也是50块钱,解锁呗 功向敌人,等于是一种新职业了,是否转换到射手,啊,不要,原来的俊杰才是好俊杰 这个下面是什么东西啊,要达到12级才能升,离岸银行账户,明明是个中世纪的玩意儿 为什么这里面都是挺现代化的东西呢,这旁边还能造什么,解锁女巫的,啊,解锁一个呗 要找到符文给他注入魔法力量,啊,这可能是一种什么NPC吧 这还有什么,圣人图腾,解锁精通等级,这旁边还可以解锁铁匠 咱们先把这些看上去该解锁的基础的玩意儿先解锁了啊 这样我基地就到5级了,他有个等级,我只是250块钱了,对吧 下面这两个要18级的,然后其实很多东西我也看不懂什么意思 要玩了慢慢才会知道,应该是,咱们点一个精通等级吧,好吧 这样就可以升级什么东西,现在每个职业都可以获得精通经验值 啊,我如果一直用某个职业,这个职业就会越来越强 咱们可以什么切换到庄园视角啊,可以看长什么样子了 骑士俊杰先生,非战主义,生命值啊,和平才能盈利 生命值减少60%,我靠,且无法造成伤害啊 那你玩个屁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逆子啊 你这个逆俊杰,但是他的武器这里又说了 他什么,可以一边移动一边攻击 不是说无法造成伤害,那我攻击有什么用呢 解锁了铁匠,给他蓝图,他可以给我造东西 那之前我好像宝箱里打开过一个蓝队 这个皮革武器,要300块钱,嗨,还有那么多铁钉 然后这里也解锁了个女巫,坐在这儿呢 哦,小可爱,真是太感谢你这顶精美的帐篷了 聊聊魔法的架子要跟我,括号值钱 要找点符文石过来,这里可以买什么吸血符 哦,这么贵啊,这儿不是解锁了一个精通吗 我刚刚解锁的职业嘛,对吧,其他职业都没解锁 那么多职业哦,行吧行吧,先玩先玩啊 一下子这么多东西一股脑倒到脑袋里去,记不住 俊杰上吧,把所有金钱给他 哦,每次出发都要把钱清零啊 那个铁钉什么好像不会给啊,这挺好的,这就多了个人嘛 所以你是下一个要签订契约的人 如果你在寻找宝藏的话,得先找到国王的子嗣 不然就无法通过这些门,这是王座房间啊 各种解锁呗,看看俊杰是不是真的没有伤害好吧 俊杰打他,俊杰跳过来啊,俊杰受伤了,俊杰打他 真的没有伤害,玩个把吧 就一路逃了,啥都不能干 怪物都不能碰到你知道,碰到都要,你看碰到都伤选 但是俊杰有一个好,拿钱150% 这里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很危险的样子 应该是要打仗的吧里面,这么多剑插在旁边 不要去,俊杰啥都不会 拿点钱俊杰,钱有了,就是来拿钱的啊 不是来打架的 什么还有这种角色的一个啊 好不容易叫俊杰,真的是 太丢我们俊杰的脸了 从这里跳,哦,站上来 俊杰,俊杰小心 俊杰,俊杰 活下来,俊杰 宝箱,太好了,宝箱 俊杰拿了钱了,太好了 没有白跑一趟 又要回去,又要下去了 这里没别的路,俊杰小心啊 俊杰 我的儿子就这样死了 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孙辈 俊杰在出发之前,紧急的生了个孩子 我要从这个三个孩子中选一个 作为我的继承人 新宇先生 乐瑶女士和子余女士 哇子余女士的武器是个传奇武器啊 一带勺子 你怕不是个傻子 只有傻子才拿勺子当武器 说什么可以弹跳一次 弹跳后将进行技能暴击 并获得智慧加成 看也看不懂 要不就她吧 子余女士啊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那我现在有225块钱 还好可以买个训练假人 反正要把钱给全部用光的嘛 对吧 说可以给我高级格斗技巧啊 在哪呢 训练假人 是这儿吗 不要说话 她叫假女士 看看 我这个傻子还是飞出去的 你看 然后她还会大吼 还会一个法术叫白心 然后她的特质啊 一个逆向思维 加钱 武器和天赋随机化 还有一个联想诗认证 敌人昏厥 敌人看到她就晕过去了 她长得太漂亮了 我就用这个假人 看我的技能好吧 白心 哇 好厉害啊 然后还有这个 哇 真的这个动画效果我超级喜欢 来来来继续上路 我相信紫鱼女士 一定能将我们家族的努力 再前进一步的 俊杰先生就是个废物 上下紫鱼女士 哎 钱 好的 哇 紫鱼女士加钱加50%啊 厉害 哎 什么全是黑的 哎 什么哎 为什么都是黑的 紫鱼女士 你是 你是 你是熊猫爱好者吧 好难啊 打都打不中怪你看 哎哟 这个销子是向上面发 向鞋上方发的 打不中你看呀 我打中一下 白心过去 炸 打死他 哎哟 这个武器真的舍我 真的 来赶紧打到了 再来一个 我可以连着发吗 攻击速度其实也不是很快 上面有个宝箱啊 呃 这里应该能上去 嗯 哎呀 上面怎么 哎 我怎么又中招了 神经病啊 我又没血了 好难哦 哎 我一定要吃到这个宝箱 我不管 慢慢来好吧 又没打到 算了吧 忍一时 海阔天空 这个游戏最忌讳的就是 乱钢 看到一个挺难的地方就冲上去 本来就挺难的 这宝箱拿的 这钱不就来了吗 我要是死在刚刚的房间 对吧 这钱不就没有了吗 咱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对吧 打 打死掉 好 来个白心 炸 漂亮 打 打 哎 打 在这里打 哎这里打正好 漂亮 这就是个 没见过的房间吗 这个 不是这个勺子 你能对在你脚底板打一下吗 这个门就开了呀 哦 就开了 哈哈 怎么反应 来来来 解一解 哇 前来前来 这个应该不是怪吧 我觉得 好 试拐试拐可以打死 就这个 哦 这一张并不是十分的伤害 并不是十分高 这地方还挺高啊 下面不会有 哦 来了 哦 咱们就就在这里等技能冷却 好吧 一定要一步一小心 露个赖游戏 不要讲勇 不要讲蟒 而且玩下来这么难了 对吧 再来 还没死啊 冷静冷静 不要因为下面有个玫瑰花就想去电下去吃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玫瑰花有什么用 坚持住 好吧 冷静 好 死掉了 这不挺好吗 这不就无伤打死一个怪了吗 下面刚刚发火焰的是谁在发火焰 怎么没人呢 叫个苹果 拧下神九 恢复75点生命值 哦 我终于有个回血手段了吗 这个呢 受到伤害 生命上限提高 我不要 我不要提高什么生命上限啊 我自己都快保不住我自己了 加点血 反弹之后好像必爆击 反弹 漂亮 哎 可以这样玩啊 这里可以 像扔个手的一样 哎 漂亮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好 死掉一个 后面那个先死掉啊 来个 啊 再来个白星 炸 紫瑜你是被我玩明白了 不要 不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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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到现在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紫瑜你是看怪都是黑色的 是触bug了 还是因为 他的那个特质啊 说什么敌人会晕厥 这不是敌人晕厥 是我晕厥了 好吗 用白星炸了他吧 哎呀 烦死了这玩意啊 哦 这里要算好 哎 哎 上面也有吃啊 我靠 哎 又只有一半下 小心啊 小心 小心 哎呦 喂 哦 炸死他 漂亮漂亮 以后看到什么传奇武器 什么再也不幸了 这玩意啊 打人 打人 真的是 有时候很方便 有时候真的害死自己 我这个可以打到他吗 可以 我就在这打 这样打他们了 我不管 应该就是这样玩了吧 利用各种障碍物和自己的技能 取 几只藏 攻 敌只 短 再唱一波歌 他们就 烦死了 好 死完 有个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我可以吃吗 为什么不能吃啊 好像我的玫瑰花是每次用那个技能的时候会出来 好好好 你看玫瑰花出来了 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要用我的什么东西击中它吗 我也不知道 这里保险起见一个白鑫过去炸死 然后这上面有个宝箱 很好 哎呦 我这里要看准了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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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哦啊 要钱不要命 继续往下走 我操 这里是有两个免费的宝箱给你拿 我怎么觉得是个陷阱呢 这还有个传送门 这里还有个大门 看上去像打boss似的 要不进去看一看boss长啥样 还是说先到这个小房间看看 有什么好处可以拿好吧 就看一眼的事嘛 你看这不有书可以看吗 这个剧情你们看吗 我不看了 这看看 哦 炖菜获得天赋祝福 获得生命值 通过收集生命物质回充 这是免费送给我的吗 啊 我的哦 变成了炖菜 不知道是福是货呀 吃个炖菜 加血了看到没有 他给我什么天赋祝福了 在这儿呢 获得20点决心 啊决心用来干嘛 决心好像是左上角 这个245%的东西 古玩店和祝福之力 古玩店为其商品使用者 赋予强大的祝福 切换武器可获得力量祝福 切换法术 啊这个还能切换的呀 没看到有什么切换的按钮啊 他直接把我那个哦 给替换掉了 咋切换 这是什么地方 世界之轴 哦 两颗星的地方了 不要脱离队伍什么 不要出下必章 搞了些规则在这里 咱们要不先去打那个boss吧 这里还有个小门啊 哦 有个小房间哎 发现起事了 是算一个任务对吧 需要门房塔楼中的一个传家宝 路口就在堡垒大门的正上方 到处都有秘密 搜索秘密 哦 上面的上面的 我要这样跳下去对吧 可惜我这个好像上不去 我这里瞄一眼看有什么怪吗 这地方好奇怪哦 这么大 需要爱科之靴 现在我们还去不了这个地图 每个地图都要有一个传家宝啊什么的 咱们先去打boss 说不定什么爱科之靴 就是打这个boss得的呢 其他房间也先不探索了啊 紫瑜女士 很棒啊 我觉得应该能打败boss 打boss之前 要不我先把 这个玩意吃掉吧 不要怕 他浪费的这个魔力溢出了啊 王座房间 木线主义封闭中 哦 进不去啊 嗨 那我们去其他房间看看吧 终于可以上来了 哇哦 再见 我又来了 哇哦 再见 我又来了 哇哦 再见 等会我知道了 好 啊 我不知道 再见 不去了 哇 这是什么呀 哎呀呀 看看这是谁来了 又一个自讨苦吃的灵魂 你想要我的力量 对吗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 小五点 我能看穿一切 透过谎言 透过自我 透过时间 我能看穿情绪的顶点 真相再次暴露无遗 你知道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了一个惊恐的弱小灵魂 鼻涕从你的鼻子流出来 粪便从你的屁股冒出来 哎呀 这个是谁在说话 怎么这么的 我刚吃晚饭 他拥有共情之力 要用他来通过试炼 进入传家宝 进呗 试炼吗 往下走呗 下面看都看不清 感应记忆碎片 以听取潜意识 德米特里的记忆 又迷路了 我走过的每条路都是错的 好了德米特里 冷静下来 记住前辈们教过的东西 凡仅给两项选择者 必隐藏了第三项 两项选择 指的是这里下去的这两条路吗 哎 哦没事 我不会伤血 在这个地方我不会伤血 那这条路下去呢 感觉也不行吗 它越来越窄的 对没路 它说有什么隐藏的路对吧 必隐藏了第三项 那我这样冲过去呢 不行 旁边这个像水流一样流动的东西 碰到就会把你给带回来 第三条路 然后在这个窗里面 不行啊 这个火能打 不行 什么都不能打 这个墙里面有什么隐藏的地方 我一直往右走 不能进 那我从这儿呢 一直往左 我真的生气了 哪有什么隐藏 看到没有 我就知道这下面有个隐藏的路 哎 这个神的试炼还是挺考验人的智慧的 还好我有智慧啊 那咱们 哎呦 这全是陷阱要小心 障碍只是隐藏的机遇 等它上来 啊 哈哈 那这里一个也是 啊 哈哈 知道了方法之后 惨哪 这 哦 这中间有个空隙的地方 哦 小心 要小心 来了 哎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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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上来了 漂亮 然后我只需要 往上 啊 到了到了 没事 前面有个什么东西 前辈说他们成长并恶化 暴力会招致暴力 如果我在附近什么地方发动攻击 我希望法术 他们会醒来并报复 上面有个红色眼睛 我是不是在这 打架 我打一个看看 啊哈哈 不能在这使用暴力 那这里挺适合俊杰先生的 那我就要开个门咋办呢 哎 我跳起来打 我靠 他穿墙呢 这玩意儿 哦 哦 他他只会打我一下 好好好 只要快一点就行啊 哦 这也是他打了 啊 哦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呦 喂 这俩一起打我 吃的焦啊 还好我躲掉了 我好强啊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暴力不可取 善意或可为 如果我能接触前面的梦 也许我能让他震定下来 我怎么接触他 哦 我能把他给 关掉 像自动机枪塔一样啊 给关掉 这样就可以走这些地方了 哎呦 这什么 我把我把他关掉 哎呦 有怪 有怪 我靠 打死他 打死他 好 我去把他关掉 关掉 哎 这下面也有怪 他把黑的看都看不见 我靠 哇 又又打着我 等会 打他了 打不动这好怪 我神奇了 去死吧你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等会 打他 打他 死掉 死了 哦 哎呦 吓 怎么又来了 哦 这怪被我 啊 他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菜 鸡 哈哈 菜鸡 哦 小心 小心 我这里 我们的子鱼女士 是属于我们家族中 发挥最好的一个 他已经完成了那么多 拿了那么多钱了 可以了 按锡吧 子鱼女士 看看子鱼女士的孩子啊 可亲女士 子杭先生 乐阳女士 这乐阳女士 是潘多拉星球的啊 他们这种战功啊 这是按住以瞄准 完美发射必然长 可以瞄准了 不像那个勺子 要不咱们再选个射手吧 因为射手在玩玩就是你了 而且这个人有各种特质 这俩人都没有 咱们解锁东西吧 然后我们这里要好好升级升级 现在还要只能升级 这个雪上线了对吧 升呗 我这么多钱 哎呦 有新的职业了 武神 狂战士 法师 看上去都很好玩 这个武神要325那么贵 肯定是很牛逼的东西 攻击距离长前 不限攻击方向好啊 要不要切换到武神呢 切换吧 然后这里可以增加力量 提高武器伤害 先把这些都解锁了 狂战士玩厉害的斧头 要不要转换到狂战士 咱们先玩一下武神吧 好吧 当然玩要玩最贵的啊 法师也解锁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的执事就有这些职业了 加个武器库 提高力量 哇又有新职业这里 决斗者 但是要18级 我基地12级了 能造一些12级能造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这是不是可以存钱在里面呀 这玩意我觉得得先造 解锁建筑师解锁500块钱的 剩下的钱 加个血吧 这游戏太容易死了 还能加个这个智慧 加个智慧 钱花完了 一下我们的状元雄伟了起来 那我看看我们的武神啊 乐瑶女士 武神有个斩毛 还能瞄准攻击的 冲刺攻击必然是形成暴击 天赋偏转 哎呦 听上去好帅哦 风强大型射弹 特制高铁血 红蛋白症 神他妈变成蓝色 有什么用啊 就是换个形象 下面还有个什么古物啊 决心减25% 每六次命中时 造成75%额外伤害 行吧 看看偏转 啊 挺好啊 风强 哎厉害了厉害了 然后他出来支持瞄准攻击 我怎么没看到呢 冲刺攻击是可以的 他指的瞄准攻击是可以 往上打 可以往下打的意思吧 建筑师看看 你能干嘛 封锁世界防止王国 发生变化 怪物会回来 打败的 先别封锁了 哦这里可以存钱 存钱上限1000块钱 我要给老卡戎 就是给他钱 他可以给我一部分存起来 是吧 啊存了6块 有一定比例的存起来 来吧 武神加累 来呀打我呀 偏转 哎 这么这么 风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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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风弹好 先离远一点啊 跳起来 跳起来打一下 哎 哎 我躲起来 好帅啊 我会玩了 一定要 一定要非常的灵活 哎 但空中是不能充斥的 这有点麻烦 哦 武神 武神玩起来 这个开心多了啊 成打不开心了 好 没关系 被打中 被打中了 哦 好烦啊 再见 慢慢来 慢慢来 去去去 漂亮 这招要一直用啊 这招是不耗磨的 关于遗物和决心的初步研究 我拿这个遗物要给决心 决心不能太低 对吧 不然的话有惩罚 生命会少 保持清极重量 可以额外获得 这个游戏有重甲轻甲之戳吗 哦 这玩意儿就是我那个特制的升级版 这要45点决心 但不知道是啥哎 叫什么烤医师之壳 拿了 打败六个敌人 以阻止下一个伤害难用 哦 杀了六个人之后 就进入无敌状态了 是吧 现在等于有两个遗物 银色宝箱呢 哦 一个披风 又一个蓝图 嘿 等等等等 前面这个最烦 冲过去 哎 撑打 这个这个还要算好 冲的距离 不能冲到他身上 我还以为这个冲锋 有一定躲闪的这个功能呢 结果没有 我这武神要死掉了 我发现 摧毁所有目标 要不试试吧 拿个精灵宝箱 精灵宝箱长什么样 我到现在没见过 不露虎穴 焉灯虎子 知道山有虎 偏王 虎三行 哎 是这样的 有时间限制啊 哎呀 我放错地方了 他一直有个手柄回弹 就是我往左走 对吧 把他一下子放开 人就往右边去了 往右走 把他一下子放开 哎 因为他的回弹的这个惯性 人就往左了 刚刚也是因为这个 我记得放错边了 也是因为这点 我玩了千千万万个游戏 出现了各种这种事情 我感觉这应该不是因为手柄坏了 因为我拿的每个手柄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真的好气哦 还能再给我此机会吗 哎呀 精灵宝箱都摊在地上了 不过时间有限 看刚刚的时间 我就算用风签 还打不打不败那么多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对吧 冥界苏灾 这又是个什么什么鬼地方 需要以太之意 要有翅膀才能来这里玩 各种新地方 但今天肯定只能在第一关玩 只有37个血了 快点去死啊 快点去死啊 哎呀 差点要是死了 差点就死了 还好 去死吧你 哎呦 乐雅女士啊 乐雅女士啊 来乐雅士进这里 死前看一眼好吧 看一眼这种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 果然是杀怪的 哎呀 哎没死 我刚刚那个风筝放出来的时候 我以为会很帅的 把对方的这个子弹 全部挡掉 同时还推过去 你知道吧 像冲击波一样的 结果根本挡不掉 好吧 看看乐雅女士的后代啊 宜君女士 永勤女士 浩铭先生 按插件可以看之前的这个 我们到底经历了几代 对吧 一开始是李先生 这是俊杰先生 到后面越来越多 那咱们就选这个浩铭先生吧 狂战士没玩过 有完斧子 而且是个生命值很高的职业 他的技能东袍 看来是范围法术 还有个火球 还有个巨星 看到没有 听上去就是很好的特质 像中间什么 机无力 哎呀 笑死打牙了 还有什么赤堵成瘾 一听就不好的 来浩铭先生就是你了 我们这次只有266块钱 要不咱们增加个力量 给浩铭先生杀怪用 哎呀 又忘记了这个 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是明星 人人在场 但只有你万种主梦 我要这么有什么用啊 听上去好好啊 但是这是什么鬼啦 我只看到见自己是不是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 你看我生气的都吼了一下 只能靠感觉了吗 这是 今天能干成一件事吧 兄弟 咆哮 来呀 好爽哦 神他妈还有人给我送花 真的是明星 消耗55点决心的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消耗45点 拿55点决心的 哦 施加燃烧状态 好啊 我是活斧子了 来呀 还有谁 上面有个怪 好 过来 送花 鲜花 掌声在哪里 这是什么 打败所有敌人 不损失生命值 来呀 鲜花在哪里 不损失生命损失了 对不起 再见了 这敌人还在 怎么回事 又回他了 锁鱼又回他了 哎 他打我一下 哎 火球 哎 什么都没放到 好漂亮 哎 又撞到一个敌人 掉下来 走了 我不想做明星 真的 我不想做明星 我要浪了 死掉算术 好吧 哎 我说的浪不是这种 这种叫傻 好吧 打死他 好 还有七个血 七个血 残血会玩了吧 爆发吧 能不能来个正商店的人啊 紫横先生 逸林先生 紫豪先生 名字真的到现在没重复过 哈哈哈 来个狂战士吧 还有个什么好斗的特质 狂战士就是要好斗啊 斗起来 斗起来 不买 啥都买不起啊 这里的人也啥都买不起 哈哈哈 子横啊 我给你改编 叫子龙 好吧 子龙啊 上 冲进去打他们 哇 一斧子一个 我们就是要有这种信心啊 哎呦 这上面这个玩意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又又又 这骨头 但是我不怕 看好了看好了 子龙 跑笑 快点 趁他们动作的时候 怎么动得那么快 冲击波 好 漂亮 跳起来 斩他 哎 这后面 怎么还有一个 斩 我就不信了 今天就过不去这一关了 是不是 怎么又莫名其妙 UB这个游戏 真的好难啊 哈哈哈哈 不能推送 继续前进 莲花瓣 怪异蘑菇 莲花瓣听起来不错 吃 总法力值提升 增加魔法伤害 这不是法师用的吗 我到现在怎么没看到法师之夜 我不是解锁了吗 哇 这里面有俩宝箱 你真的想得出道 这里的人真的想得出道 我才不去呢 呃 跑笑 好的 哎 我跑笑就用在这 这跑笑拿得多舒服啊 但是我这个跑笑是怎么充能的呀 受到攻击后回忠 要要被打 我真的是不想被打 哦 又来了 哦 双生坟墓铃铛 灵魂束缚 双生坟墓铃铛 有50%几率避开致命机 好 死不了了 50% 四手五路就是百分之百 这帮小差捞 小差捞 你打得中我吗 我打得中你 梁腐子一个 打 打 好的 他不是梁腐子一个 主要出暴击了就 就就伤害很高 小臂手 冲过来一腐子 屁死 这腐子 只能打前面 不能打上面 屁 出暴击就好 小臂手 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动炉山 动则已 不动炉 哎 惨难 动则已 动炉 拖兔 动炉 拖兔 怎么不说抱歉 动炉 咆哮 炉龙咆哮 斩 哎哟 只有三个血了 弄了两个新英怪在里面 哦 这红的又有新地方了 咱们去看一眼 只要是红色们 就是去新的地方啊 叉加有怪 斩 漂亮 迎头痛击 不要怕 又是冥界疏灾 这是什么 拿着宝箱 这样我观察一下好吧 我在他们陷阱发射中间的空隙 拿到这宝箱 看出这个规律 我看到现在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手残 走了 来吧 像个狂战士一样好吧 像个男人一样 跳起来 跳拼 哇 帅气 跳拼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 打每个怪都要使出浑身限数啊 紧张得不得了 灰血的来了 活过来了 看看吧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暗示 这把毕山 滚 滚 漂亮 越来越顺了 会了 那我们可以从这往下走啊 哎呦 吓死我了 跳 拼 拼 好 他冲也没用 一冲到哪去啊 一刀子祸 这玩意又来了 传家宝 是不是又要去那个传家宝了呀 发现新的启示 我现在雅各泰宝里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向阿南证明我的价值 一个是向一索证明我的价值 一个是共情之力 一个是启示之力 之前我们玩那个在试炼里面的就是共情之力嘛 这次换了一个神嘛 又来到了这个boss房间 但是这个地方被封闭了 进不去 先拿东西 这次我们子龙也表现不错啊 拿到了一个皮革胸甲啊 这游戏 房间和房间之间传送门太少 哎呦我操 没事没事没事 一刀 两刀好好好 慢慢来慢慢来 你冲过去 看看这里 一刀死掉 过来 掉下来 冲下不 没事 我躲过了自明医境 我说的是百分之百吧 我们先到这里 来歇歇歇歇歇个脚 歇个脚 哦 这里有两个宝箱 看一眼 在下面 我刚过来杀死了一个人 冲击波白放 我过来 到这里 放个这个波 冻住 两个人全是漂亮 最危险的解决了 下来 我躲过了自明医境 百分之百 哈哈哈哈 看我们这次子试啊 为什么狂战士升级要那么多经验 哎呦有法师了 一林先生 紫盈女士 浩宇先生 咱们试试看法师吧 他有闪电风暴 也有磁力风暴 听上去很厉害 武器还具有法力吸取效果 虽然他极无力啊 但是我们没用过 就你了 一林先生 这一林先生 白花花胡子都出来了 对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嗣 现在我们的钱增加智慧 法术伤害 哎 我们用法师了 然后咱们18级了 可以切索新东西了 但是我想把钱先花在外面 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花过 对吧 不花在这 哦 法师可以瞄准的吗 他不能打上面 不能打下面吗 行吧 可以弄个皮革 皮封 决心加125 加智慧是看到没有 275 来一个 装备了他减了重量 也加了智慧 17点智慧加到19点 然后我还有400多块钱 看看这里可以 我 不可以 这玩意要800 这吸血符文 看看我法师技能 闪电风暴 哦 是批自己啊 你跟着杜劫啊 那他的这个属性鸡无力呢 不是鸡肉的鸡 是弱鸡的鸡 敌人被命中时 几乎毫无感觉 什么意思 没伤害啊 然后他一个鼓物 冲刺会留下毒物 哇 好强哦 伊林啊 靠你了伊林 我们家族 你是最有希望的一个 毕竟你是我们家族 唯一一个会魔法的 对吧 会魔法天选之子啊 为什么打中他 他会给我吸魔 哦 这可以这样劈 打上面的怪 然后有普通攻击吸魔 你看 劈 卧槽 劈 好强啊 来啊 到我头顶来 杜劫 强行让别人杜劫 加血的先不吃 先去浪 这个怎么打 杜劫 杜劫就打下来了 还有谁 杜劫 杜劫 杜劫不了下面 杜上面 漂亮 这个杜不了了 打一下吸点魔 跑到下面 杜劫 哈哈哈哈 好贱啊 请问我的基屋力在哪里呢 我的基屋力呢 骗人的都是 用这个吸点魔吸点魔 跳起来 好 杜劫 好 然后我 我我我 冲刺流毒 吸法力 杜劫 哎 冲刺流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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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里下面有一个宝箱 我怎么没看到呢 又是隐藏的地方 哎 好像是这儿 但是我没有法术 我我一会儿 我去打 打几个怪 回来放个法术 把这里哄开 打 法术给我 法术给我 好 有了 走了 到这儿 电磁 哎 漂亮 进来看看 哎呦呦呦呦 这这么下面藏着个宝箱 就这么一些钱 还还要 我搞得真的 像是什么隐秘的宝藏一样 上面这两个魔法师你们完蛋了 我这个放的屁也能把这个陷阱给堵掉的啊 杜劫 好 我为了打死这两个人 我真的赶紧回去 吃一个血 哦 加了那么多血呢 看看这里啊 哎呦 又来了 又是加血的 谢谢 95 就加了吧 哇 又跑到这儿来了 这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就是两个宝箱 杜劫 打 打 没打到 杜劫 打 走 回来 杜劫 打 哎漂亮 跳起来 躲一下 到这里 哎 我过来了 杜劫 死掉 往上走 噼里啪啦 非常的快 跳起来 冲过去 放个屁 被打一下 打打打 打死他 怎么还没死 放个屁 刚刚放屁同财 躲过了他们的攻击 回来 再过来 玩个法师像玩躲猫猫似的 开宝箱 非常漂亮 哎 打一下 下来 哎 打一下 哎 跳上去 我这个普通攻击好像 没什么威力啊 家里的那个魔法了 就杜个劫吧 好吧 这些怪烦死了 哎呦 喂 好厉害啊 你们 没地儿给你杜劫了呀 那我放个屁 减个钱 我觉得 我得赶紧走啦 哇靠 太可怕了 我发现我这个 我太依赖杜劫了 要是没地方给我杜劫 我人就不好了 不行 要打破这个 哎呦 来个家卷 老天爷对我真好 哈哈哈哈 我的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随便 子龙 子龙 子龙先生 必要杜个劫 打 好 往上走走 看 哎呦喂 这个地方 还可以 电磁风暴过去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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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漂亮 哦这个试炼又来了 要不咱们再试一次 再挑战一次 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今天总要干成一件事吧 我觉得 啊 不能再讲以前 也要退缩了 到这里了 要打怪了 开启使劫 把这关掉 打他 杜劫 好 哦这里这里来了 跳起来 哎 哦没事没事没事 好关掉了关掉了 把他把他摔死 漂亮 摔死漂亮 我记得没错的话 哎这里 摔死 好 好 赢了 过关了 哎呦撑了 哈哈哈哈 没事 慢慢看 慢慢看啊 哎哦 我下去了下去了 他们下去了 好 我估计啊 下面应该有陷阱 可以摔死他们 可以把他弄死 可以把他弄死啊 小心点啊 哈哈哈哈 还没完啊 卧槽 这里大家还会 关掉关掉关掉 慢点来 好好好 好死了死了 哎呦我去 跳起来 关掉 哦 好 过关了吧 还没过 大关 杜杰是哪个按钮 哎呦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过关了 哦 哈哈哈哈 不是打怪了吧 这里不是打怪了吧 难道今天 要做成一件事了 真的过关了 哦太好了 太好了 他说要与敌人建立 情感联系 会有好处 啊 这样就接受了 他的共情之力 是吧 阅读回忆和安抚梦 按下这个可以 读取记忆 就就就获得了 一个这个能力 我读取谁的记忆去啊 哎 你好啊 读取你的可以吧 一所是书的 又一个持有者 警告你一下旅人 小心你了解到的东西 真相可能有误导 难道说我要读取 那个我 那些小兵的记忆 然后才发现 真相之类的东西 对 我这个任务 已经完成了 我去看看 我找个 找个怪打打 好吧 有个精灵宝箱 等会我先找一个 有怪的地方 我要读取 我要共情啊 世界和平 来了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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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先打死 才能读取 先打死啊 然后怎么读啊 玩RB了也没用 那你们都去死吧 好吧 是不是要特定的人物 或者怪物 才能读取记忆 那咱们去挑战一下 精灵宝箱吧 好吧 争取今天再干成一件事 这里精灵宝箱 是不损失生命值 试试 我在中间 那个平台上 犹豫了一下 我想能不能在中间 躲过一波火焰 再往前冲 不就拿到精灵宝箱 就差一点点 就能看到精灵宝箱 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太紧张了 我躲错了火焰 我站在那地方 正好是喷火的 然后因为我 太遗憾了 所以我站在那个尖刺上 没发现 然后我就被擦死了 谢谢 陈先生 宜君女士 俊宇先生 什么叫肃情障碍啊 这么多钱 解锁个决斗者 这厨师也弄一下 一个做饭的职业 我就起的怪来 转换成他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肃情障碍 说是看不到造成的伤害 是看不到血条吗 然后厨师这个职业 拿的武器是煎锅 这东西还能反弹子弹 这个好用啊 我这个细血符纹能弄了吗 买到了 可以装备 打怪的时候能获得生命 对啊 又这样慢慢成长起来 越来越强嘛 对吧 一开始 这个就是很 死掉很正常 今天我们这个 到底一场二就先玩到这吧 之前这个游戏 我一直是拿出来玩 然后玩了一个开头不玩了 这次玩下来呢 感觉内容非常丰富 各种各样的指示 不同的特性啊 武器啊 法术效果都非常棒 然后虽然游戏有点难度 但是rogelike游戏有点难度 才有成就感 才有挑战对吧 好 那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